酒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 诗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酒和诗在诞生后就产生了不解之源 可以说酒中有诗歌 诗中有美酒 美酒加酿和诗有着不解之源 酒起源于远古时期 而诗也产生于彼时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305篇 其中有近50篇都涉及酒 这可以说是首开酒为诗旅的先河 后来荆轲在赐秦王前 酒憨瓷行时唱一水歌 刘邦宴饮大醉时唱大风歌 曹操也曾筛酒临江 写下不少有关酒的诗歌 魏晋诗人与酒 魏晋时代 陶渊明超越了前人在诗与酒上的关系 在诗中赋予酒以独特象征 他性格清高 姓氏酒 饮家品不能尝饮酒 亲朋知道他这个诗号后 就尝至酒招待他 他一饮折尽 没饮闭嘴 常在酣饮后赴诗 他有几十首诗写到了饮酒 他的饮酒诗主要表现自己远离污浊官场 归隐田园的乐趣 陶渊明的时代正值黑暗 官场腐败 因此他痛感世道险恶 很早就器官归隐 陶渊明在自己的饮酒诗之十四中写道 故人赏我去 妾胡相遇至 班经坐松下 树真已赴罪 父老杂乱言 伤酌施行刺 不觉知有我 安知物为贵 悠悠弥所留 酒中有身味 唐代诗人与酒 唐代造酒夜繁盛 诗歌文学也达到了全盛时期 这时候出现了举世文明的大诗人李白 他的很多诗歌和酒有关 如山中与幽人对拙 两人对拙山花开 一杯一杯 复一杯 我醉玉眠清且聚 明朝有意抱擒来 唐朝另一位善饮的诗人是杜甫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以善饮酒著称了 天宝六年 也就是公元七四七年 杜甫赴长安应试 因为全臣李林甫从中作梗 没有被录取 这时他认识了一位酒友郑钱 郑钱对诗画 书法 音乐 乃至心力 医药 兵法 无所不通 他和杜甫一样 生活困顿 常向朋友讨钱买酒 也正因为酒 使他俩结为好友 杜甫在醉食歌中 回忆二人喝酒的情形 他们两个只要彼此有钱 就买酒找对方痛饮 毫不时宜 唐素宗前缘元年 也就是公元七五八年 杜甫任左时宜 这时候他不因居官而停杯 反而喝得更厉害 他在曲江二手中写道 招回日日点春衣 每项江头尽醉归 酒寨寻常 行处有 人生七时 古来兮 每天都要喝得烂醉 没有衣服点当 便奢酒 弄得到处是酒寨 杜甫嗜酒的习性 从少年到老年 甚至临终 都没有改变 他在《绝句慢兴》中说 莫斯身外无穷事 且尽生前 有限碑 宋代词人苏东坡也好饮酒 在他的诗中 不但有破仇解闷之意 而且还富有野趣和友情 俗世 俗世是个诗 词 文 书法 绘画全能的人 他并不善饮 但喜好至酒招客 他自己曾说 天下之不能饮 无在于下者 天下之好饮 亦无在于上者 此外 他还织酒 酿酒 住有东坡酒精 他的饮壶上 出情厚雨诗云 朝夕迎客 燕虫缸 碗雨留人 入醉香 此意自家 君不惠 一杯当属 水仙王 此诗不但写了酒 而且具有自然的趣味 在古代 饮酒在诗人的情感世界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能促使创作灵感产生 而且还是非常丰富想象的 奇妙载体 画中酒文化 酒能助弹性 添乐趣 活跃气氛 这是因为在酒的刺激下 内心一些压抑和控制的因素消失了 人的本性被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于是很多画家借着酒性 以高涨的情志 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 在中国绘画史上 出现了数亿万计的画家 他们中很多人喜欢酒后作画 画圣吴道子 每次挥好钱 必须酣饮一番 用酒来活跃思维 据说皇帝命他画 嘉陵江三百里山水 他酣饮后 一日就完成了 诗人王恰善画泼墨山水 他为人疯癫并且是个酒狂 常放纵于江湖之间 每玉画必先引到熏憨之际 然后以墨泼洒在涓素之上 墨色或淡或浓 随其自然形状 为山为石 为云为烟 变化万千 元朝画家中喜欢饮酒的人很多 元初的著名画家高克公 善化山水 竹石 又能饮酒 他轻易不肯动笔 欲有好友相聚 或酒憨幸发之志 信守辉豪 被誉为元代山水画第一高手 著名的元四家 即黄公望 吴镇 王蒙 泥黄 其中有两人善饮酒 吴镇善化山水竹石 作画多在酒后挥洒 王蒙善化山水 酒憨之后 往往用凸笔一枝 就能画出一幅好画 王蒙的话闻名于世 饮酒也颇出名 向他所画 王王须许他一枚酒加酿 唐伯虎与酒 明代画家唐伯虎 也是一个善隐之人 他诗文书画无一不能 曾自雕印章约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他的山水 人物 花卉 无不真妙 语文争名 沈州 囚英 合称名四家 唐伯虎总是把自己 同李白相比 其中就包括饮酒的本领 他曾言 李白能诗 富能酒 我今百杯 富千首 据说 唐伯虎经常与好友 祝允明 张灵等人 装扮成乞丐 在雨雪中积节 唱着莲花烙 向人乞讨 讨得饮两后 就姑酒到荒郊野寺去痛饮 一次 唐伯虎与朋友 外出吃酒 酒尽 而性未难 大家没带银两 于是就点了衣服 当酒钱 又继续好饮 后来 唐伯虎趁醉 涂抹山水束缚 换了不少钱 才赎回衣服 清代话坛上 扬州八怪 是一个重要的流派 他们中大多数人好饮酒 金农 是位朝夕离不开酒的人 他曾自嘲地写道 醉来荒唐咱梦醒 伴我眠者 空酒瓶 他不但喜欢痛饮 还善品酒 他的朋友吴汉 吴辽兄弟 常把自己的酒库打开 让他便长 家藏名韵 郑板桥医生 也与酒结缘 他在自己的诗中 就说到了饮酒的嗜好 郑生三十无意赢 学书学见 皆不成 市楼饮酒 拉年哨 终日击鼓 吹干声 郑板桥喝酒 有常去的酒家 他和酒家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还在小店的墙壁上 留过醉诗 清末的画家中 蒲华最善隐 他是个嗜酒 不顾命的人 他住在嘉兴城的庙里 室内陈设极简陋 绳床断足 他还可以安然而卧 他常与香林 在酒寺举杯 兴致来了 就酣畅淋漓的 挥笔洒漠 色墨沾染金绣 亦不顾 因为佳贫 蒲华常以卖画 自给酒钱 由于他饮酒过多 最后竟醉死了 音乐中酒文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 音乐发展史中 音乐与酒 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酒宴上 人们用音乐助兴 不少音乐 包含着酒的内容 西周至春秋时期 歌曲主要是 风、雅、颂三类 风雅类歌曲 在宫廷及士大夫 艳乐时演唱 一般以色或琴伴奏 它们中 直接与酒有关的 有十多首 如陆明中就写道 幽幽露明 时夜之平 我有嘉宾 古色吹声 吹声古黄 成框是将 人之好我 是我周行 幽幽露明 时夜之好 我有嘉宾 得音孔照 世民不调 君子 事则是孝 我有执酒 嘉宾 事宴已熬 汉代酒宇音乐 汉代 朝廷专门设立了掌管宫廷音乐 剑彩民间歌谣与乐曲的机构 乐府 当时在乐府中 有很多人专门根据民间曲调填写歌词 到了魏晋以后 人们把汉代乐府搜集创作演唱的诗歌 统称为乐府 这些乐府的曲名有不少与酒有关 如乐府鼓吹曲 《枪尽酒》 就是专门写燕饮副诗 燕想功臣之事的 色调曲的《龙溪行》 也是写酒宴的 其词为 请客兆堂上 做客沾渠挺 清白各一槽 酒上正华书 酌酒吃与客 客沿主人池 却略再跪拜 然后池一杯 未尽酒与音乐 三国时期 曹操所写的诗 全部是乐府歌词 他的短歌行 开头几句 就与酒有关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凯当以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度康 魏莫尽出 文人软极善音乐 惠诗文 他创作了一首 非常有名的古琴曲 《酒狂》 南北朝明歌中 也有不少写酒的 例如青商乐 读曲歌 当时 民间音乐 无论在北方 还是在南方 都统称为青商乐 读曲歌 属无声歌曲 读曲 亦做读曲 即歌唱时 不用乐器伴奏 其歌中唱到 思南人 落斥于酒壶 倒写浓顿进 唐诵 酒与音乐 唐诗 王维的阳观曲 曾被广为传唱 魏成昭雨 一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更尽一杯酒 吸出阳观 无故人 此曲 原是一首情歌 因情歌 把这首诗 重复了三次 所以名为 阳观三叠 这首情歌 在流传过程中 逐渐演变成一首 古琴独奏曲 唐贞观 开元年间 曾流传一首 与酒有关的 梁州曲 汉家宫里 柳如丝 上院桃花 莲碧池 圣寿已传千岁酒 天子更赏 百聊诗 宋代的歌曲 主要是词 宋词的词牌 就是乐曲 与酒有关者很多 例如 最思凡 最忠贞 酒棚来 贫载酒 最梦迷 最花春 最泉子 清碑乐 最桃园 最尾香 最梅花 酒落魄等 宋词中 反应或描写酒的作品 也不少 如苏式的水调歌头的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清天 李清照 凤凰台上一吹消的 新来寿 非干病酒 不是杯秋等 在南宋 音乐还被用作 推销酒的一种方式 当时的政府部门 赌军酒库 在每年清明节 和中秋节前后 都要利用乐队和歌技 执乐器演奏音乐 列成队伍 在街头游行 推销新酒 明清酒与音乐 明代和清代的音乐 最有代表性的 是民歌与小曲 这里面和酒有关的 举不胜举 明清的宫廷音乐中 燕乐占有重要位置 例如清代的燕乐 就有中和乐 丹隆乐 清乐等 宫廷的燕响 一般在元旦 万寿节和冬至举行 何时演奏哪一种音乐 都有严格的规定 皇帝出入 奏中和乐 大臣行礼 奏丹龙乐 寻酒 奏庆龙乐舞 王侯和富贵人家 举行宴会时 也以音乐助酒性 乐器用针 色 琵琶 三弦子 拍板等 歌者只用一小板 或以扇子代之 建有用古板伴奏进行演奏 纵观数千年的音乐发展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以酒为歌唱的重要内容 另一部分 是酒乐相配 明君臣之礼 或者为酒宴来助兴 还有就是 以音乐 些饮酒之人的精神状态 抒发饮酒人的思想和感情 中华武术 远远流长 武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体文化 被视为国粹 胸中小不平 可以酒消之 世间大不平 非箭不能消也 在酒与五并行的时候 常常是五味烈酒而名 酒壮英雄之党 酒对武术产生的影响也很大 例如 醉拳 醉剑 以及醉棍等 作为醉酒所产生的武术 它极富表演性 鲜明地表现了东方人体 相形取义的包容性 和化腐朽为神奇的特点 相形取义 本是人类在取法自然中的自强手段 不可否认 醉酒是一种不正常的体态 然而 东方人体文化却能化丑为美 醉拳不只有特殊的攻防价值 其观赏性尤为人喜爱 醉拳 醉剑 醉者戏猴 醉棍 不只是武术中的项目 还影响到电影艺术的发展 如 大醉拳和醉剑 都深受观众欢迎 醉拳 醉拳 又称醉酒拳 或者叫醉八仙拳 其醉意醉行 曾借鉴于古代的醉武 现在是武术的一个重要拳种 因为招式和步态 都形同醉者而得名 关于醉拳 有一个歌诀 这个歌诀 对醉拳的特点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概括 醉拳的关键在一个醉字 而这种醉 仅是一种醉态 而非真醉 在攻防中 亮亮呛呛 似乎醉的战都站不稳 然而 在跌撞翻滚之中 随势进招 使人防不胜防 这就是醉拳的精妙之处 醉拳的套路有多种 如醉八仙 就是模拟吕洞宾 铁拐李 张国老 韩湘子 汉中黎 曹国舅 何仙姑 和蓝彩和 八仙的行资为武艺特色 动作名称 多以八仙特点创编 张孔昭的 《全经全法备药》中 有醉八仙歌 醉者醉也 浩八仙 头静儿 层处 背周巅 两肩谁敢 与周旋 臀伯儿 铁样肩 手肘儿 如雷电 全似底柱 仗为风烟 席而起 将人先 脚而勾 将人损 披消爪掌 肩头荡先 身范儿 如狂如巅 不取而 东扯西迁 好叫人难留恋 八栋仙计 打成个 井冠顾天 太白醉酒的套路 则是以模拟 唐代诗人 李白的行资为主 武松醉酒 燕青醉酒 鲁智深醉大山门 等套路 则以水浒传 英雄命名 显示出 最权深厚的内涵 使其不同于一般武术权种 醉剑 醉剑 也是一种与九文化有关的中华武术 说到醉剑 就不能不说中国的剑术 剑术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 战国时 刺秦的荆轲 就是燕国著名的剑客 其剑术之高 在燕国堪称第一 宝剑 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兵器 富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被奉为百兵之首 百刃之首 同时 他也曾经被当作帝王权威的象征 神佛先家 修炼的法器 文人默克 抒情明智的寄托 也是艺术家 在舞台上表现人物 以舞动人的舞剧 直到今天 剑更成为各阶层 中国老百姓健身中 最富民族色彩的体育器械 正因如此 才有人说 中国有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悠久的 建文化体系 而酒文化 同样浸润其间 醉剑很适于表演 其运动特点为 炸虚还击 忽纵忽收 往复其变 奔放如醉 行如醉酒 而无规律可循 但昭氏 却在东倒西歪中 潜藏杀鸡 于铺跌滚帆中 录狠手 古醉剑 在舞剑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醉剑 因风格独特 而深受人们欢迎 它和醉权一样 体现了中国古代武术的一种独特境界 人在醉态中很难做好事情 但醉酒却能被人们与武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甚至在使用醉剑的时候 还需要剑尸处在醉态之中 而这种醉态又与常人不同 常人的醉态是不清楚的醉态 而醉剑却需要剑尸似醉非醉 动作恍惚摇摆 但头脑清醒 否则挥出的剑就没有什么攻击力了 醉棍 在武术中除了醉犬与醉剑之外 还有一种叫醉棍 其特有的醉形醉态 能够起到迷惑对手的作用 使薄杀术在一醉一吃 似颠而狂的动态中涂亮其风 发挥出其不意而公之 趁其不畏而机智的妙用 做到遇计法与醉形 藏杀鸡与醉态 从技术原理上讲 醉棍的动作技巧 降就高跃 低幅 着地滚翻 也就是说雨滴对垒可以从空中 地面 按人体上 中 下三盘 及地躺翻跌等不同的部位 多种角度打击对方 攻防兼备 机动灵活 纯酒之势激活了千余年不少书法艺术家的灵感 为后人留下为数众多的书法艺术精品 从王羲之酒后写《蓝亭集序》到张旭最后狂草 再到怀宿酒后狂书 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传奇 酒不仅能催发诗人和画家的创作灵感 对于书法家也具有激发兴奋的作用 东晋时期 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好友 在《蓝亭雅集》《取水流伤》之中 《与危罪》中辉好书写了《蓝亭集序》 成为千古佳作 后来他在清醒时又试写了数百次 都没能达到那种效果 张旭与酒 张旭是唐代著名书法家 他的草书连绵回绕 气浮跌宕 线条厚实饱满 极尽提案顿挫之妙 当时的人把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 裴曼的剑舞称为三绝 唐代文学家韩玉 在《宋高贤上人序》中 也对他的草书推崇备至 张旭极喜欢喝酒 每次大醉后呼嚎狂走 锁笔挥洒 变化无穷 好像有神灵在帮助他一样 据唐人记载 张旭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 在书写的时候挥笔大叫 把头浸在墨汁里 用头发书写 他用头发书写的字 飘逸奇妙 意趣横生 连他自己在酒醒之后 都大为惊奇 杜甫在《引中八仙歌》中 对此有描述 张旭三杯草圣传 托帽陆顶王宫前 辉豪落笔如云烟 怀素与酒 怀素是唐代名僧 著名书法家 自藏针 精通禅礼禅趣 怀素的狂草 与他创作时饰酒的习惯 有很大的关系 他酒憨兴起时 在寺院墙上 器皿上 甚至衣服上任意书写 不尽兴不罢休 他终日不离酒壶 以酒为伴 酒已成为他创作的必需品 怀素在《字续帖》中 说自己写书法时 嘴来信首两三行 信后却输 输不得 兴来小祸胸中气 忽然绝叫三五声 满臂纵横千万字 宣和书谱中 对怀素最书的草书 给予了高度评价 耸动当事 则后生晚学 称若光尘者 不斥谈以之目 可见怀素出类拔萃的书法艺术 和精妙的墨迹 在当时引起的轰动 并且给予后学 并且给予后学 以强烈的影响 原名书法家于酒 元代有一位叫郭碧的书法家 他和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家 赵孟甫 缠于书交往甚密 他的书法深受赵孟甫影响 于西鲁传写的 《郭天兮文集序》中说 郭碧身长八尺 有美须 善于辩论 是个堂堂然的大丈夫 郭碧的酒量 更是大的惊人 识人称他有惊息之量 他在最后 信笔挥洒 莫神淋漓 得知者如获至宝 明代的朱允明 誓酒毫无拘束 笔记天真纵意 不可端倪 狂草学古人怀素 黄亭坚 他在林书的功夫上 同代人无出其右 他是一位全能的书画家 能写古雅的行书 精致的小楷 篆立 大草 古典名著中九文化 酒伴随着人们由谷至今 渗透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酒与文学 好像一对孪生兄弟 相辅相成 中国古典名著中 对酒的描写 不仅体现了古人对酒的认识 而且从侧面反映了 中国古代酒文化的发展历程 水浮传中 酒文化 说到水浮 大家都熟悉这样的场面 花和尚鲁之身 不顾寺庙清规 为喝酒吃狗肉 而闹得天翻地覆 行者武松 酒足饭饱后 炸死了凶悍的老虎 水浮第四回中 引过一首诗 论述酒的利弊 从来过饿皆归酒 我有一言 为事剖 地水火风合成人 面取米水合纯皱 酒在瓶中济不波 人味憨实 若无口 谁说还提急醉翁 未闻时诺 颠如狗 如何三杯放手轻 岁令四大 不自由 几人捐低不能长 几人一饮三百斗 亦有行眼是狂徒 亦有茅桃 神不谬 酒中贤盛得人传 人负邦家 因酒负 解巢破货 有常言 酒不醉人 人醉酒 事后做解释说 但凡饮酒 不可尽欢 常言 酒能成事 酒能败事 便是小胆地吃了 也胡乱做了大胆 何况性高的人 小说中 每次开打 无论是人打人 还是人打兽 也不管是好人 打坏人 还是好人 误打好人 其他的 如练武 笔事 复仇 济贫 打抱不平 无端寻衅之前或之后 都大抵有一大段 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的描写 其中较为精彩的 还属武松打虎前的那一段 只见店主人 把三只碗 一双柱 一碟热菜 放在武松面前 满满筛一碗酒来 武松拿起碗 一饮而尽 说道 这酒好生有气力 主人家 有饱度地买些吃酒 武松道 怎地换做三碗不过岗 武松笑道 原来认地 我却吃了三碗 如何不醉 酒家道 我这酒叫透平香 又换做出门倒 出入口时 纯农好吃 少客时便倒 这一段描写中 有意思的是 那酒的名称和效力 此酒也许只是 普通的农家酒 但依则此地闹虎唤 喝酒过岗 就显得很稀奇 二则 此酒的明目取得妙 出门倒 俗气了点 透平香 却是个好品牌 可见当时店家的聪明智慧 《红楼梦》中描写的 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人 除了隆翠安的庙裕例外 其他人无不饮酒 书中对饮酒的描写很多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中国人 饮酒的普遍性 当然 达官贵人和庶民百姓 在饮酒的规格和层次上 有很大不同 主子和奴才更是敬畏分明 但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酒 主仆之间 又有融洽如雨水的时候 《红楼梦》描写的是 封建社会大家庭的生活 封建社会对礼十分讲究 用酒之礼更是如此 例如祭祀 用酒就有许多繁文乳节 这也难怪 因为古人用酒首先就是从祭祀开始 《红楼梦》中对此自然也有详细的展开 人们的生活不仅与酒息息相关 就是在神话传说中也充满了酒的影子 武则天酒醉后赵令百花于龙东开放 就是一则与酒相关的故事 神话传说中有很多和酒相关 如武则天醉称淫威 八仙秤酒性平保渡海 还有西河醉酒等等 武则天醉称帝后盖唐维州 一日武则天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 一道在宫中赏雪 独酒吟诗甚为高兴 忽闻阵阵清香扑鼻而来 朝外一望 原来是亭前几株腊梅开了 不觉赞道 如此寒冷的天气 腊梅忽然怒放 岂非知阵在此饮酒 特来助兴 如此忠心 礼当得赏 遂吩咐公额 给腊梅寄红花挂金牌 武则天酒性欲胜 连引树斩 醉眼朦胧之际又乘性传令 此地腊梅盛开 想来园中各花都有此孝心 即刻准备车年 朕要赏花 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劝说不住 只得随她前往 谁知到了那里 尽是一片枯枝 她觉得有失女皇脸面 龙颜大怒 命人言莫斩旨 最疏一道尸体照书曰 明朝游上院 火速报春枝 花须连夜发 莫待小风吹 施血毕 命太监盖上玉玺 即刻挂于上林院中 又命御膳房 明日预备赏花酒宴 众人不敢有为 各自从命 太平公主同上官婉儿 在一旁静观 暗暗发笑 上林院百花 见了这道非同寻常的玉址 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忙向百花仙子汇报 谁知事有不巧 百花仙子闲来无事 外出访有去了 四处寻觅 不见踪影 百花群龙无首 交集万分 不多时 已有羊花 卢花 桃花等八花 沉不住气了 一旗说道 诸位仙姑去否自便 我等虽舔猎群方 但极见微 道行本浅 位分又卑 既伐香艳之资 兼无既事之用 如何担得起为止大罪 已经被诸 区区为莫 岂能保全 再三斟酌 只能且顾眼前 呈指放花 告辞了 稍后又有一批花仙陆续离去 即至红日冬生时 莲平素 以贞结坚强著称的梅 莲平素 以贞结坚强著称的梅 菊 菊 莲 莲 蓝 珠花 也顶不住上林院的强大压力 极不情愿地前往应命 唯有牡丹 窥染不动 芳心自首 焚烧牡丹 女皇回宫便睡 一觉睡到次日黎明 素酒渐醒 猛然想起昨日写照之事 好生后悔 酒后举动 甚欠此虑 万一群花固不从命 我岂不脸面丢尽 还怎么统治四海九州 文武百官 正在私存 忽有上林院 群芳谱丝花太监来报 各处群花大放 武则天文报大喜 极客盛装书席 带着太平公主 上官婉儿一干人等 往上林院而来 走进院中 但见满园清脆盈目 红紫盈人 好一个锦香乾坤 花花世界 极致从惊醒中震惊下来 举目细赏 女皇忽然注意到 盛放的百花之中 没有牡丹的影子 这不斥一盆冷水兜头叫来 让她震怒万分 牡丹乃群方领袖 百花之王 她不开 岂不是对我的最大蔑视 若不严惩 今后群花竟笑 那还了得 她愈想愈生气 即刻传旨 将上林院 群方谱 连同京师之内 所有牡丹 一并连根挖出 烧个片甲不留 烈焰腾空 热气灼人 可怜天香 国色的牡丹 在烈火中 扭曲着典雅的身躯 竟受着痛苦的煎熬 即便如此 亦无片花低头求饶 决心以死 捍卫自己的尊严 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 在一旁目睹此景 于心不忍 一起下跪求情 女皇且息雷霆之怒 牡丹为止 理该万死 姑念她平日里 有装点人间春色之功 饶她不死 从轻发落 武则天 一来平日里 却爱牡丹 二来 也怕作孽太深 惹恼了仙界神灵 将来没有好下场 便就破下驴 说道 看在二位爱卿的面子上 朕姑且饶她一命 但京城内万不可再留 一律贬折洛阳去吧 严毕再无赏花之兴致 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宫 此后 长安的牡丹 集体迁到了洛阳 成了洛阳一绝 咯 然后 咯 咯